打开冰柜拿起冰勺挖哑挖 挖起大球冰淇淋放进碗里 吃冰是夏天消暑的不二首选 但大口想用冰品时 你确定这个冰勺是干净的吗 有民众日前在脸书po文抱怨 14号晚上6点多前往桃园一家吃到饱餐厅用餐 饭后想要吃甜点时 竟然发现有位阿贝在洗冰淇淋勺的水里洗自己的假牙 这样还不够 他甚至还用冰勺的水剃口中的菜渣 也让民众气得直摇头 有一些用餐的人的水准真的真的需要提高 因为它的有一个柱子后面 那里有一个洗手台 可以洗手 你也可以去洗手间 去洗你的假牙 我不晓得是不是 他想说这样子比较方便 很不卫生 有一点故意的心态 冰勺银同事每个人吃都会吃进去 你如果是假牙 是一个假牙是上次的 别人不是都吃到你知道的东西 事后工作人员也赶紧将冰淇淋全倒掉进行更换 现场这个两桶的冰淇淋全部都更新 那当然那个水槽的这个 那个清水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水 所以可能 民众就途一个方便去那边清洗 当然是要立刻劝阻这样的状态 不过因为据说是当场没有发现 他的这个行为 那一旦我们得吃这样的状态 我们会立即做处理 民众到餐厅用餐 这回却遇上有人当众洗假牙 也让民众直呼实在是很没功德心 记者刘志展赵佩与桃源报道 这是我们下期中的 亏 只言